是在海邊撐傘 竟然我撐傘是跟你撐傘 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 和基隆市長謝國良 在振兵漁港撐傘 雨中漫步 這是什麼情況 謝謝盛文在這個 鄭兵海邊幫我撐傘 感覺很浪漫 原來霸梁岸 剩三個禮拜就要投票 連勝文親自到基隆駐蔣 幫忙衝刺不同一票 民意黨的前任市政府高官 說我們這個 謝市長亂花錢 然後民意黨議員又說 他不會花錢 說他花太少錢 花太慢的錢 互相打臉互相矛盾 郁佳之對何患無恥 為了要罷免 什麼XX都講得出來 希望基隆不要再走一個 高雄的後路 在10月13日 出來一起投下 不同意罷免票 包括台東立委黃建兵 還有高雄議員 全都大樓遠來相挺 謝國良更大雖 罷免團體為罷而罷 說不定下一屆 他連任市長又要罷免他 我有跟我的自責人這樣講 我說 支持我 支持謝國良要有心理準備 兩個人要選四次 大咖出動民調就往上搖 謝國良支持度來到55% 那麼藍營人氣王韓國瑜 投票前一天的反惡霸晚會 會來站台嗎 韓院長他現在是立法院長 而且正忙著國慶晚會 真的不敢打擾他 最後看超高影響力的韓國瑜 10月12號晚會是否現身 幫助謝國良度過罷免難關 記者竹丁榮 張昭鵬 草廷海岸 才也放不倒